这是场唇爷们才会玩的游戏 每个人头上绑着一坨五花肉 面前则爬着一只小蜥蜴 谁坚持最久就能获胜 只见小蜥蜴猛地冲来 一口就咬住了眼镜哥鼻子 旁边的男人见了 吓得直接气赛 还剩两个玩家 小蜥蜴爬到阿胖面前 用舌头在脸上滑来滑去 太恶心了 阿胖也放弃了 谁知已经胜出的卷毛 居然还待在场上让小蜥蜴放马过来 哥们在旁不停让他出来 但卷毛压根不停 谁知小蜥蜴一吐蛇 他居然一口咬住 我他牙就没见过这么惨的蜥蜴 而卷毛也通过此举 证明了自己才是纯爷们 但比赛还没结束 现在来到第二场 游戏分了几轮 首先是最快吃热狗 有的人双管齐下 有的人狼吞虎咽 还有的挤上剑膜将慢悠悠地享受 但他们都不算什么 看这个男的 只见他把热狗慢慢塞进嘴里 脸颊带动喉咙不停如动 就这样第一个吃完 接着是山坡上穿泡泡芙滚下去 搁几个一阵翻滚 在平地上互相碰撞 硬是把刚刚吃的都吐出来 然后是开西瓜 这五号选手有点猛 拿着头就不停砸 后续选手也不行 有用拳的 也有用脚的 随后是电蛮大闯关 实则就是穿过一片电线 看着他们一个个噼里啪啦地穿过去 觉得痛得请点赞 他们继续冲锋 来到了泥浆池 也不管他脏不脏 跑得最快就是跌 再戴上头盔骑上小电鱼 来了一段平原版暴力摩托 没套武器打都算好的吧 再接着就是喝完一水桶的啤酒 他们叼着水管拼命吸 兔一身都不带怕的 最后一个项目 从水滑梯一跃滑下 四号选手夺得低 坐着滑板就冲进了池塘里 就是这发型有点帅 看着他们一个个冲下来 男人的快乐可真简单 但比赛还没完 只有赢下所有游戏 才能夺下最猛唇业们称号 这是史上最狠的憋视比赛 美人必须喝完整瓶泻药 再从酒吧找个妹子蹦迪 只要谁坚持醉酒不喷出来 就能赢下比赛 胡子哥率先出击 一番甜言蜜语就拉了妹子去跳舞 只见他双脚腾空一蹬 完了 肚子咕噜噜的就输下比赛 再看看眼镜哥 他一脸淡定 找了的姑娘就在推正舞 谁知翔意上来 他噼里啪啦的就夹着屁股往厕所跑 这位选手也挺机智 打算靠坐着来物理封门 但这翔是法术穿透 崩了个西的 他也成功淘汰 最离谱的还要看卷毛 他一脸衰痒 妹子怎么都不肯陪他蹦迪 然而争吵声过大 还把这诸如老板引过来 对方让卷毛滚蛋 他却转头骂起小迪克 这下可好 老板直接跳到卷毛背上 硬是来了手锁猴 把他连劈带翔的掐晕了过去 胜负已定 最强憋翔网游阿胖胜出 可被锁晕的卷毛不佛 硬是要来了个加实赛 只见他拿出搅拌机 切开一坨菠萝 对上强劲福特加 再打开冷藏已久的好宝贝 从里头倒出了粘稠稠的牛奶 最后盖上袋子一顿搅拌 看着他一脸尖笑 我只能说 哥们 喂 哥们一个个拿起这杯菠萝牛奶 一口下去 不错 这口感还挺顺滑 两口下去 咋嗖嗖的 而前面的几轮比赛下来 晋级总决赛的三强选手已经就位 分别是大帅 阿胖 还有卷毛 究竟谁才能赢下决赛 夺取最猛纯燕文的称号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从没见过这么奇葩的游戏比赛 和小蜥蜴近距离舌稳 在酒吧喝血要当最强鞭死亡 每一轮的游戏下来 这几个哥们都搭着命上去的 而现在来到最终的总决赛 真人版饥饿游戏 只要率先夺得终点的铁桶就能获胜 参赛者每人全副武装手持弓箭 可以说是真的打命 比赛开始 三位选手赶紧冲锋 纷纷跑到田地拿上弓箭 接着俯身趴到草丛准备偷袭 结果旁边的观众一点都不省事 居然和自己的选手男友打起了招 谁知这哥一举手 你压的给偷袭了 这手给穿的 看着我都痛了 再看看旁边两个选手 阿胖见状赶紧冲锋 卷毛则背后射起案件 但这一剑两剑过去 弓箭都没了 愣是一发没中 轮到阿胖反击 他举起弓箭就是对准卷毛 下一秒 卷毛气急败坏 冲上去就是想玩肉搏 但阿胖也是个狠人 拿起弓箭就想往对方身上筒 可爱于身体劣势 对方用力一蹬 他反倒摔了下去 只见卷毛高举弓箭 直直地往阿胖身上筒 就这样 卷毛成功拿到铁桶 赢下了这场纯爷们游戏 荣获最猛纯爷们 虽然比赛有点激烈 一个被捅倒地 一个被剑穿少 但我只想说 这活老男人可真够快乐 毕竟人生在世 又能有几个 陪你一起疯一起笑的哥们 就算这些游戏看似蠢蛋 但男人的快乐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哥们游戏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